他叫火星人玩转地球 就说他火星人到地球来了 人类相信他友好的 结果在一片和平氛围当中 火星人大开杀戚 他反映了人类当时一种思维 为什么这么拍 就是反映是外星人是不可信的 比我们这个水平高 智能高的生物是不可信的 他会对我们产生巨大威胁 就人类内心世界对不可控的 你还无法掌控他的这种东西 那种深深的恐惧 其实这种恐惧在心理学上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刻板心理 刻板心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对于你仰慕对象会产生好感 对于你同情对象也会产生好感 但是对于你嫉妒的对象 你非常容易产生恶感 就这人水平比你高 你有时候就恨不得出这后快 那么对于未知的生物 对于外星文明 对于科学将来发展的人工智能 当人感觉嫉妒他 能力为他强的时候 人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排斥心理 这个在X战警里体现的细致入围 X战警就说了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这个X教授和万磁王还是朋友的 他俩联手化解了古巴的导弹危机 说古巴有个导弹打美国 万磁王和X教授让这导弹拐弯没打上 可是这个时候 人类不紧不领情 你俩能把导弹能拐弯 这太吓人了 赶紧我让军队把你俩消灭了 你俩能力太强了 菁 Life 火 使用 火 火 火 I have been at the mercy of men just following orders Never again I have been at the mercy of men